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一场谈 我是马思尔 我们通一般的国民 无论身边的绝大多数 每天都要上班 或者要赚一些收入 我们有时都会谈谈投资 谈谈经济前景 很多时想这些事情 有很大原因 我们很多时就说 是为两餐奔驰 同一时间 也当然要为大各自的退休筹谋 希望退休之后 要足够的收入 维持退休的生活 当然我们说到加拿大 一个叫做发展了一个国家 有很多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 无论是政府 个人 甚至公司 也有很多不同的退休基金福利 或者等等不同的资源 去支援我们退休生活 大家一般国民 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 都可能目不暇 可能会有少少看到头昏 我们就借今次的机会 就和大家作为整理一下 让大家有一个 叫做基本的认识 从而可以选择一个 好的退休计划 为自己的退休的将来 好好去筹谋 而我们今天的访问 就会线上形式进行 而我们访问嘉宾 就是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 谭锦恒先生 Lowrance Lowrance你好 你好 你好 Lowrance 我们现在先讲讲 第一讲讲 政府有什么退休福利 我们都知道 一般国民在职 都要供一些退休工款给政府 亦都有些 便不用上班 後來到退休年紀 都可以拿政府的退休福利 譬如簡單說CBP、OAS 這些主要聽得最多 究竟這些福利是甚麼 是要符合甚麼資格才可以拿得的呢 或者我簡單說一下 這幾個不同的退休福利 基本上大部分人士都可能會 跟CBP是新年公佈的 還有一個叫做奧義的退休福利 還有一個叫做奧義的退休福利 CBP基本上就是 基本大部分國民如果他們是 他們在這時候工作或者是自僱 他們都可能需要供一個 一種價值退休基金的人就是CBP 只要他們在這時候供這個CBP 就當作他們是就業 或者有工資收入 或者自僱人士收入 他们去到60岁至70岁期间 他们都可以有资格申请这个CPP 拿回加拿大退休金这个福利的 他拿多少就视乎你平时拿就是60岁 或者是迟些才拿就是65 甚至70岁才拿 也是视乎究竟这个国民在职的时候 他平均的收入是多少 以及供了多少 CPP这个计划上面 如果你是想定要去申请CPP 这就是刚才讲到的 视乎你的时间去申请 你就必须去跟政府申请 就不会自动会提供给你的 另一个退休的基金就是OAS OAS Security OAS Security和CPP就是有点不同 就是不需要特别去供下去的 基本上就是说到你去到年份65岁之后 因为是顾名思义 OAS Security就是根据你的年纪 65岁之后是年长的时候 如果符合某些要求或者条件 都可以去申请取这个OAS 当然申请的时间的要求就是 当你申请的时候 你必须要是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是一个合法的居民 你必须要年份65岁或以上 至少你要在加拿大住10年或以上 这几样的条件就是说 如果你申请的时候 你还在加拿大居住 但如果你说不是 我可能已经移居了海外 但我都已经基本上是符合 拿这个OAS 我都65岁了 那么申请的条件有点不同 就是说 当你申请的时候 你必须就是说 你离开加拿大的时候 你是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是加拿大的合法居民 还有呢 当你连满8岁的时候 你已经在加拿大 就存满了20年或以上 那这个就是 这个视乎你究竟 你申请的时候 是还在加拿大居住 还是离开了加拿大 那最后就是 讲到GIS 就是G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 那这个G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 主要就是 提供一些比较低收入的国民 可能他们就 类似是一个收入的方法 顾名思义就是说 视乎国民那年的收入 而决定究竟它是否合复资格 去申请GIS 那如果这个国民 因为它的收入是低 基本上就是 可能最高可能 现在大约去到 一块一千元左右 一年 但如果你说 譬如一个家庭是 夫妻二人这样讲 那法量 那就大约可能去到 六千多三千元一个人 一年的了 那刚才说过 因为这个计划 或者这个Income Supplement 是视乎当事人的收入 而去决定的 如果那一年的收入 譬如超过大约 一万八元左右 或者一个Cover 超过二万四至二万五 左右 那基本上可能 就完全不合乎之间 拿这个GIS 那刚才说到GIS 或者甚至OAS 基本上 以我所知 就以国民拿到多少OAS 或者GIS 就看回他们那年的收入 收入过了某个限额 就没得拿的了 但反而 我就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发现就是 他们就不会看你的资产审查 那理论上 是不是真的说 如果一个国民 有很丰厚资产 但是呢 他衍生的收入是微乎其微 都会拿到这个OAS 那会不会有少少 好像 跟OAS 提出OAS 这个原意 有些背道而辞 因为OAS某程度 就是说 希望老有所依 但是本身有资产的 都可以拿到政府的OAS 或者这么说 有资产的国民 就不一定说 他联合时 收入都是很稳定 或者是一个很 很稳定的 的收入 其实整个 这个方法就是 希望到国民 他们在年老的时候 就不会吉機了 如果有一个可以 安享万年收入 它举例子 可能年轻的时候 会供屋了 一头会供供供 供广 灶月anos 都都供了 但是供免后 可能到了退休时 面就没有这个 做业的能力 没有这个 H に台湾 这样子情况下 不代表这不可能 debcat entries 簡直是頗高的 尤其是如果我們講的在 伊斯省或者溫哥華的地產地體 可能他們擁有的房子 可能資產是過二、三百萬 但是他們真的可能是沒有這個收入的 所以這個OS就是一個program 去幫一些年老的長者 都還可以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去渡過萬年 當然了 你說是不是完全沒有漏洞呢 其實剛才也提到 其實每一個政策都相對有一個漏洞 沒有一個完美的政策 會不會有一些是高資產的人 但是都去拿這個OAS 因為OAS是不收入的 當然會有可能 但是其實政府有其他的政府部門 機構都有去監控這方面的流動 例如可能稅局會看一下 一個高資產的人士 會去拿這個OAS 但是他可能不住在 我們講的是一個很豪宅的 很豪華地區 只是交地稅都要一萬多二萬元 那可能他還去拿這個政府部門 可能政府部門就會去審查這個 這個報水上面有沒有收入 有沒有報少了這個收入等等 所以就不一定說高資產的人士 就肯定會去申請這個OAS 因為都可以是你去決定他不申請或者他不需要拿 都可以的 所以都看看了 政府有沒有機制 當然沒有一個政策完美 但是要看看政府有沒有足夠機制 盡量減少被人濫用的情況 我們說完OAS 又說CPP 其實我們都知道加拿大本身的人口一直在老化 所以都很幾年前政府結果改革 拿CPP領取的計劃方法 他現在提出你越遲拿 每個月提取的CPP的金額就會越高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他大約是怎樣計算的呢 這個模式 嗯 其實以目前來說 剛才提到的就是 如果你是有公司收入或者是自貴人士 那你就可能需要去供款 每個年供款的CPP這個計劃上面 有一個門檻的 首先如果你是太低收入 全年是低於3,500元的收入 那就可以豁免供你CPP 也有一個上限的 就大約是去到6萬5元左右 如果你是 我是每一百萬一年 是不是都要 每一元都要去供到CPP 是不需要的 就剛才說到有上限到大約6萬5元一年左右的收入 那就最額外的收入就不需要供CPP 而CPP那個計算方法就是 剛才說的3,500元和你6萬5元左右之間這個 這個額裡面的收入是11.4% 那當然如果你說你是打工的 那你和你的顧值各人去攤分11.4%的工款 如果你是自負的 就是說你是老闆 又是員工來說 那這些11.4%的工款 就全部是你自己支付了 那如果你說說到是 怎樣去拿 那剛才其實說到就是 你可以由當你是60至70歲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可以去申請取CPP 那究竟什麼時候應該是 叫做我們的完美時間去拿這個CPP 或者申請CPP呢 其實是很視乎的 因為如果當然你早些拿呢 你就每一期就拿少一些 如果你說過了65歲之後才拿 那當然你就每一期就有少少的增長 就會給你多一點的CPP 但是你也要知道就是 因為我們是有幾樣要看的 就是視乎你當時的財政狀況 你的需要 甚至乎你覺得你的健康狀況 或者你的壽命的長短而定 因為如果真是 可能我等到65歲才拿 但是可能未到65歲的時候 那麼不幸已經離世 那可能就只有這個叫做CPP Death Benefit 就一次過的2500元 就政府是 類似的這個因素給回來 之後就不會再有 每個月有CPP定期的 的付費給這個國民 那就是要看看大家自己個人的狀況 哪一由應該幾歲 開始要拿這個CPP 當然我們說完政府給的CPP 或者政府管核的CPP OAS這些之外 我們經常最多聽到 尤其是年初 各個很多銀行 不同的金融機構都會說 不是要是時候買 註冊退休儲蓄計劃 英文叫RRSP 另外一個叫做免稅儲蓄帳戶 就是TFSA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 大約這兩者有什麼分別 可以 RSP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國民 去儲些錢 去退休的時候可以用得到 那RSP 我們有一個可以供款下去的 當然有供款 供多少 就是視乎 剛剛你過去那一年的報稅 一些合資收入的18% 去計算究竟你接下來可以供多少錢的RSP 那麼 供進去的RSP 就是當年可以抵消你收入 從而交消費稅 而在這個RSP 供進去的錢 而去產生的任何的收入 甚至所謂我們叫做利得 即是 capital gain 都是可以免稅的 直至到 往後中你在這個RSP的計劃上面 拿回這些錢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才當回那一年的收入 再去計算究竟那一年的交消費 那就是 顧面先就是說 當你去到年老的時候 比如去到65歲之後 開始拿回 由這個RSP的計劃裡面 拿回這些錢出來用 當時可能你就沒有其他 那麼多的來源的收入 例如你可能已經沒有了 公司收入 那你就算在這個計劃上面 拿回這些錢出來用的時候 可能 要不就是不需要付太多的錢 甚至不需要付錢 因為你整體的收入是少了 而TFSA就有點不同了 TFSA就是這個 Tax-specific account 顧面先就是說 基本上你所有可以供進去的錢 而這個錢是去製造了的 而這個錢的收入 都是叫Tax-free 就是不需要付稅的 OK 但是跟RSP有些不同 就是供進去的錢 或者這些 這個 contribution 就不可以用來抵消 你那年的收入 不可以用來付稅 只不過就是這個計劃裡面 產生的 income 就是完全是免稅的 那麼每一年呢 每個國民都有去的 TFSA的 contribution room 就是供給錢下去 主要就是暫時是6,000元一年 最加上就是譬如你去年 從這個TFSA提取了出來的錢 可以在明年去供發進去 以及如果你之前這麼多年來 可能有一些沒有供到盡 那你有一些未供的供款的額 亦都可以是 奪取上去 尤其是在未來才能付到 這個TFSA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 其實一個就是你拿錢的時候才打你稅 有一個就先打你了 不過你之後賺多少錢呢 他都不理你了 就是這樣 一個很大的分別 我們先說RSP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看 到你退休了 總之最遲 71歲 那就要打來打鼓 你去決定了 如果你儲了一筆RSP 一筆金錢之後 要不你那一年全部提取 他就全年當那筆收入 那筆就當你那一年的收入 可能打很重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建議 你應該將這塊資產 轉換成RRIF的戶口 就可以吞十年去拿 其實為何會做一個叫做 RRIF這個計劃出來呢 去跟RSP本身的性質 其實會有甚麼分別呢 為何不可以說 那些長者可以說我到這個年紀 我直接RSP攤分十年拿就可以了 為何不可以這樣做呢 好 那RSP就是剛才都說到 就是可以去結束 那個長者71歲 71歲之後 這個RSP就會轉成一個 新的計劃 叫做RRIF 這個RRIF 一個特別不同的地方 就是RRIF 就是有強制性 一定要長者每一年 有一個最低下壓 一定要從計劃拿出來使用 OK 那RSP就不是的 RSP是你何時想拿呢 都是有個決定權的 那為何要71歲打後 政府說不一定要轉到RRIF 就要最低下壓 要拿回每年拿多少錢出來 因為第一 長者開始是年老了 第一就是希望長者可以慢慢 退出一些錢出來 銀行也都說 譬如你幫我買RSP之前 也都希望不想過 那這塊錢還在銀行裡太長了 可以慢慢退回給長者 而長者就會有一個穩定性的收入 還有通常長者到71歲打後 他的Income 都可能已經盡量降低了 就算拿出來的時候 強制性拿一個最低的金額出來的時候 對長者的稅務上的負擔 就不會很重的 還有也都希望長者可以 退早一些 拿時間出來 把錢拿出來 就可以再去決定 拿出來的資產之後 怎樣去分配 否則可能會等到太遲的時候 可能時間就不太充滿 讓長者作其他決定或準備 一般國民來說 RSP和TFSA 通常很大機會自己應用到 因為自己的控制 會投資多少 公寬多少 如果一般的小市民來說 如果每個月有些儲蓄在這裡 通常你會怎樣建議 而是用什麼考慮的因素去決定 多少錢放入RSP 多少錢放入TFSA 還是可能會不同的年紀的時候 已經都有不同的分配 在這兩個公款上 基本上就沒有一個 完全完美的答案 因為其實是視乎每一個人的需要 剛才你說到 視乎每個人的年紀 作為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 例如一個比較年輕的國民 可能是說 你這個退休還是很遠的 還有可能我平時的儲蓄都不是那麼多 我都沒有額外的錢放入這個RSP 因為你都知道 RSP把那些錢放進去之後 你拿出來的時候 又當回你的收入 基本上 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把錢放在這個RSP 去到一年後的時候才拿出來的 但很多時候 比較年輕的國民 說收入暫時不那麼高 我還有很多假期計劃 很多錢要花費 我想那個流動資金的流動力大一點 可能他們就決定放進TFSA 因為TFSA 是你每次去投資 都可以每次拿出來 不會有一個限死了 可能拿出來 會有些什麼 稅務上的附件的影響 所以 但如果你說去到年長一些 可能中年 或者近晚年 這些國民 可能希望放多些到RSP 或者可能他們到時候 收入高了 他們有額外的錢 可以放到RSP 少些需要 太大靈活性的資金 他們就可以放多些錢到RSP RSP 可能會令到他們有個退稅 退稅之後 這塊錢再放到TFSA 再賺一些免稅的收入 其中一件事 很多時候 朋友會問 究竟我應該借錢去買RSP 當然 很視乎的情況 但是如果 我覺得通常來說 如果你說借錢 給銀行借錢去買RSP 如果你在一年之內 大概 總括來說 如果你說一年之內 你還回這塊錢給銀行 基本上 就未必是 完全是有利去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需要知道 就是 當RSP 裡面賺到的錢 是免稅的時候 你要去借這個錢 去買這個RSP 的利息 是不可以去抵稅的 就是說如果一年之內 不可以把這塊錢還回 就是說你可能在RSP裡面 賺到的錢 未必會完全抵消得到 你要借錢去買這個RSP的利息 所以這方面 大家要注意一下 例如有很多數目要計算 究竟應該買到哪方面 先說完第一步 應該買到RSP 還是TFSA 第二步就想了 到RSP 真的要選擇了 放多少錢下去 通常現在RSP 和TFSA 你可以買什麼投資產品 是否各種東西都可以買 還是有些東西是不可以買的 其實投資產品的選擇 都很廣泛 就是我們叫做Qualified Investment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Qualified 合資格的 例如一些Deposit 一些外幣 一些股票 尤其是上次公司的股票 甚至是一些政府 一些公司的債券等等 或者那些Mutual Fund 就是那些互惠基金 很多這些都是合乎資格 是for這個RSP 或者TFSA 當然了 有一些的投資產品 就未必是合乎資格 例如一些 你不可以說 我自己是一間公司的股東 我就買回自己公司的股票 作為這個RSP 或TFSA的投資了 這方面就未必是合乎資格 因為這些所謂叫做Discualified Investment 或者Non-Qualified Investment 因為這些公司 跟你是有一個比較緊密的關係 所以如果要去投資 RSP和TFSA的時候 我都建議大家去諮詢你的銀行 或者是投資的顧問 確保你投資進去的產品 符合政府認可的RSP和TFSA的投資 說到RSP和TFSA 我們有時都會聽到 尤其是很多公司 可能一些比較歷史悠久的公司 都會為員工推出一些退休計劃 我們簡稱有些通常叫做RSP 或者是DPSP 其實這些退休計劃 跟我們現在經常聽得最多的RSP 有甚麼分別呢? 剛才其實都很明顯的一個分別 就是這些退休計劃的基金 就是我們叫做Employer Sponsor 就是僱主提供給僱員一些退休的基金 當然他們在市場上有不同的類型 但剛才你也說過了 很多時候我們都看到是叫做DPSP 就是這個Defined Profit Sharing Plan 或者一些Contributed Requested Pension Plan 就是RPP 其實這些僱主提供的退休基金 當他們是幫僱員去 去contribute這些計劃之後 其實都會影響到僱員自己 而且究竟還可以額外自己 去自行買多少RSP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Pension Adjustment 就是說 除了每一年 稅局可能會給你一個測試 你說收到你的稅單了 上面會註明 究竟你未來這一年 能買到多少RSP之外呢? 也都要自己去決定 就是究竟 或者是考慮 就是你的僱主任何幫你 提供你的僱主給你的退休基金 那方面有可能會影響到你 overall 究竟可以那年買到多少RSP 那就是說 是不是僱主 譬如說在RSP 或者DPSP 幫你供一元 那你可以自己在RSP 供的款額就會少了一元 就會一對一 這是很公平的 如果僱主 替你做了一個退休計劃 去供一元 你自己要去做退休的供款時候 就會少了一元 沒錯 我想或者另外一個問題 都會是 尤其我們聽到很多時候 一些政府部門 或者一些很大型的公司的退休計劃 他們叫做界定福利 英文叫Defined Benefit 通常大部分現在聽得最多 越來越多公司 就不會再行這個模式 就會轉為界定公款 即Defined Contribution 在這兩者 我想第一 大家可能會知道 究竟主要分別在哪裡 以及在稅務上 在你拿這筆錢出來的時候 在打稅上 究竟如何計算的收入上 會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呢 我先說一個Defined Benefit Plan 就是 基本上就是 這個計劃 在一個公司的計劃 究竟是 最後那個員工是拿到幾錢的退休感 因為通常這些計劃 是僱員不需要去投入這個計劃 通常主要是僱主去投入 當然僱主要看回收拼的時候 你的工資收入 你對公司的連資等等 這些都會考慮再久 去計算到底 當你退休的時候 究竟是 一個 計算好一個金額 固定金額 究竟是拿到幾千元 退休金 另一邊就是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就是 很多時候這些計劃 除了僱主之外 僱員都可以有一個選擇 去供入這個計劃 通常這個可以供到 僱員可以允許僱員 供入這個計劃 大約是僱員的 收入的百分之十八 那大家供下去的時候 究竟是 最後拿到幾千元的退休金 就視乎 究竟是之前僱主 僱員是供了多少 這個計劃裏面 以及究竟這個計劃裏面 產生的一些 可能一些投資上 帶來的收入 或者利得所等等 最後拿到幾千元 這兩種的僱主 去贊助的計劃 都是 所有的錢在裏面 滾動的時候 或者生產的時候 都是可以免稅的 就知道就是 好像RSP 當你拿這筆錢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才會當你那一筆錢 再去計算你究竟要交幾千元 那即是如果 以基金錢來講 譬如說 滾動到一個很可觀的金錢 到你退休 那你就要想一下 要攤多少年去拿 否則 如果同一年一次去拿 就可能會去到一個很高的稅界 其實會 沒錯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剛才也說了這麼多 淋淋總總退休金 還有沒有其他退休計劃 作為一般的國民 知道他們有這麼多 當然每個國民的情況不同 他們應該 譬如說一個計劃思考上 你會怎樣建議他們 應該好好去部署 作為一個退休的計劃 或者一個儲蓄的投資 基本上就除了一些 剛才說的那些OAS GIS等等之外 或者其他CPV等等之外 當然其實國民也可以自己選擇 一些叫做Lon Requesture Dime Plan 就是說不是加拿政府 認可註冊的退休計劃 基本上就可以on the side 做一些saving 或者做一些投資 為什麼呢 通常就是如果一個國民 希望在退休之後 可以維持回 在退休之前的生活的水平 我們的lifestyle 或者quality of living 我會給大家一見 至少希望在15年或之前 可以開始計劃一下你的退休生活 要開始做一個plan 譬如要儲多少錢 或者做些什麼投資 投資上的風險 或者能承受的風險 等這方面的考慮 要做到 如果你說沒有給至少15年時間 去準備你的retirement 可能就要退休 才可以去退休 或者退休的時候 可能要比現在退休之前的 生活的指數 或者quality 可能要降低了 除了自己去做一些retirement plan 之外 有些國民就沒有那麼幸運 可能身體上有些殘缺 其實政府也有一個register disability saving plan 叫做RDSP 即是說如果加拿大的國民 是有一個身體上的殘缺 或者叫做disabled 其實他也可以設立一個RDSP 這個register disability saving plan 為這個顏折的國民 之後退休的時候 有一個saving 在這裡 這個saving plan 其實可以供下去 是供到maximum 是20萬 都沒有問題的 OK 當然了 不會說每一年有限 限制只不過是 鋪裡面 所有plan只可以供20萬下去 那麼你一年供到20萬都沒有問題 當然 這個plan裡賺的錢 或者產生的capital gain 都是tax fit 直至到這筆錢 好像RDSP拿出來的時候 才當作是那一年 我們叫做beneficiary 這些收益人的收入的一部分 再計算這個收益人 究竟是交多少錢稅 這個plan基本上 可以開放之後 一直负责到10亿人去到59岁之后 才需要停止负责 这方面对身体上有些疾病的国民来说 会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收入不同年纪不同 再一个退休部署 可能要自己做功课 或者问问不同的金融界人士 或者会计师才做一个适当的选择 今天谢谢Lawrence 各位观众提提大家 真的做一个好的退休计划 记得做好功课 问清楚不同专家意见才做决定 今天的时间来到这里 下个礼拜会讲下其他话题